1987年 巴西作家保罗·克埃略 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本小说 1988年 这本小说出版了 当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这本书后来会成为历史上 最畅销的葡萄牙语小说 小说出版后 风靡全球 畅销160多个国家 登上多国畅销榜第一名 荣获无数国际大奖 已经被翻译成70多种语言 是当今在世作家作品中 被翻译得最多的小说 这本书就是《炼金术士》 也一作《牧羊少年起幻之旅》 这本书不长 只有九万字 讲了一个寻宝的故事 少年圣地亚哥热爱自由 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神职人员 荣耀家庭 但他渴望四处旅行 于是放弃了神学院的学习 成为了一个牧羊人 很快 他旅途中的第一个羁绊出现了 他爱上了一个商人的女儿 内心开始渴望和他在一个地方 长久地生活下去 圣地亚哥来到台里发 找到一个像吉普赛人的老女人 给他解梦 这梦他已经做了两次 在梦里 一个小孩和自己还有羊群一起玩 然后 小孩拉着他的手 把他带到金字塔 告诉圣地亚哥 如果他能来这里 就会在这里找到宝藏 吉普赛女人给出的建议是 圣地亚哥应该取金字塔 并提出 如果少年找到宝藏 就给自己十分之一作为回报 圣地亚哥在城里广场的凳子上坐下来 在这里 他遇到一个老人 老人自称是撒冷之王 他似乎洞悉圣地亚哥的一切 老人要圣地亚哥答应送给自己十分之一的羊 他就告诉圣地亚哥怎样找到宝藏 他还告诉圣地亚哥 不管你是谁 也不论那是什么 只要你真心渴望一样东西 就放手去做 因为渴望是源自于天地之心 因为那就是你来到这世间的任务 圣地亚哥给了老人六只羊 卖掉了剩余的羊 决定动身去非洲 老人送给他叫乌林和土明的两块石头 圣地亚哥来到非洲的丹吉尔 在一间茶馆里 一个年轻人答应 带他穿过撒哈拉沙漠去金字塔 然后骗走了圣地亚哥所有的钱 在这个城市的一个斜坡路顶 有一家水晶商店生意惨淡 此时圣地亚哥正站在这里 希望为店主擦拭水晶器皿 圣地亚哥终于攒够了钱 在离开丹吉尔的最后一刻 他还是决定听从内心的呼唤 踏上寻宝的征途 这时他遇见了英国人 英国人正要去菲奥姆绿洲 寻找炼金术室学习炼金术 于是他们两个跟着一个骆驼商队出发了 他们抵达了绿洲 骆驼队决定在这里修整一段日子 在这里圣地亚哥遇见了让他一见震撼 瞬间清新的女孩法蒂玛 英国人也找到了炼金术室 但没有得到他所想象的炼金秘诀 所得到的仅仅是两个字 去做 在绿洲 圣地亚哥发现自己有了看到异象的能力 感知绿洲即将被攻击 绿洲里的部落做了准备 杀死了来宫之骑兵 圣地亚哥被绿洲部落长老聘为参事 还得到了黄金作为奖赏 在绿洲里有了事业金钱和爱情 他想到留下来 但这时炼金术室告诉他 他的天命是去寻找金字塔 寻找宝藏 否则总有一天他会遗憾 于是他们一起上路朝金字塔前进 沙漠里一直有部落在打仗 所以圣地亚哥和绿金术室的旅程充满危险 终于 两个人被一个部落的很多士兵拦了下来 绿金术室对部落首领说 圣地亚哥具有法力 可以把自己变成疯 于是部落首领要亲眼看到这一切发生 第三天 部落首领和其他重要的人坐在山顶 看站在远处的圣地亚哥 如何把自己变成风 风开始吹起来 飞沙走失 很快人们的视线都被风沙遮挡住了 等风沙终于停下来时 人们发现圣地亚哥已经不见了 他出现在了兵营的另一侧 首领很高兴 派了一对护卫 护送练金术室与圣地亚哥朝金字塔进发 在离金字塔还有三小时路程的地方 护卫们回自己的营地去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修道院 在这里 练金术室练了一些金子 分给圣地亚哥修道院和自己 他还留了一块放在修道院 等圣地亚哥回来的时候用 剩下的路程 少年要独自前行了 几个小时的独行之后 圣地亚哥终于见到了金字塔 他开始挖掘 但一无所获 这时 他遇到了几个战争的难民 他们抢走了他的金字 还打伤了他 圣地亚哥望着金字塔 心里却突然爆发出一阵喜悦 圣地亚哥回到了故事开头 他曾和自己的羊群歇息过的那座荒废了的小教堂 在无花果树下挖出了一箱宝藏 他接下来要把宝贝的十分之一给吉普赛女人送去 然后回到法蒂玛身边 故事结束 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与其说这是一个寻宝的故事 不如说这是一场心灵之旅 一场信仰之旅 故事中第一个对圣地亚哥来说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少年在广场上遇到的老头 他是撒冷王麦基喜德 在圣经里 撒冷王麦基喜德是君王 也是祭司 拥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与亚伯拉罕信仰相同 信仰的都是至高的神 天地万物的主 他曾为凯旋的亚伯拉罕祝福 亚伯拉罕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 在我们的故事里 他向少年启示了生命的秘密 那就是知道自己的天命所在 然后朝那个方向前进 这个旅程是幸福的 幸福的秘诀就是一路上可以跃进世间繁华 但不能忘记自己上路的初心 三冷王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幸福的秘诀 一个少年人去向一个智者学习幸福的秘密 他来到智者的城堡 那里正在聚会 智者给了少年一个汤匙 里面滴了两滴油 让少年拿着这汤匙四处去看看 少年很紧张汤匙里的油 转了一圈回来 却说不出来自己都看到了什么 智者让少年一定要欣赏一下这座房子的美丽 少年又去了 这次他看到无数让他赏心悦目的东西 但回到智者这里来时 却发现油都滴霉了 圣地亚哥明白了 那就是一个牧羊人可以热爱旅行 但绝不能忘了他的羊群 这本书里的人物是温暖的 在丹吉尔的茶馆里 老板曾极力阻止他背骗 虽然因为语言不通而没能成功 水晶店老板在少年走投无路 身无分文的时候 给了他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 英国人在大部分的旅程上 是少年的伙伴 炼金术士在少年要停下来时 带着他走完圣夏的行程 并在危险到来时 告诉圣地亚哥如何面对 激发出连少年自己都不相信的力量 法蒂玛给了圣地亚哥爱情 在这个沙漠的绿洲里 他美丽 坚强 有智慧 没有为了把圣地亚哥留在身边 而去阻挡他寻梦的脚步 他对圣地亚哥说 如果我真的是你的一部分 你总会回到我的身边来 他希望自己爱的人 能自由如吹着沙丘的风 甚至故事里的宗教 彼此也是友好的 与今天世界现实不同的是 故事中的两个宗教 天主教和伊斯兰教 彼此并无冲突 他们的信徒都仰望自己的信仰 靠之前行 这本书的语言简洁优美 总会让人想起一本全世界都热爱的书 《小王子》 同小王子一样 这个故事简洁飘逸的语言十分有力量 可以瞬间把人从尘世的分杂中 提升到空灵中 抚养间看清造物的伟大 心灵的光芒 生命的力量 所以 一本好书 可能不需要多么深邃 多么厚重 多么让人大开眼界 如果我们的目光滑过它的文字 会时常擦出小小的火花 让我们在路上的心灵 有那么瞬间看到光的美丽 这就是值得我们看一看的好书了 最后 用几小段书中的文字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读书时间吧 如果你所找到的 是最最根本重要的东西 那么 这样东西是不会被浪费掉的 而且 你永远都可以回来 如果你所发现的 只是暂时的光芒 就像彗星一样 那么 在你回来的时候 它就不会存在了 不要输给你的恐惧 炼金书是说 此刻 它的声音带着奇异的柔和 如果你输了 你就无法跟你的心说话 当男孩正要爬上 另一座沙丘时 心对它低语 要注意你流泪的地方 那就是我所在的地方 也正是你的宝藏 所埋藏的地方 让你回来的地方 你看我 这个作词 我可以回来的地方 带来的地方 把这个作词 因为你好研瘍了 我对我